在降温的天气里 没有什么比来一顿火锅 更让人温暖又舒爽了 这是汇阳淡水白云新城片区 一家规模很大的 全家福美市城 里面的装修环境相当有特色 古色古香的氛围 随处布置的船屋小包间 都让吃饭体验上了一个台阶 我之前航拍附近区域时 有航拍到这里 还曾经一度以为是个什么景点 现在这个好环境的餐馆 推出了99元的抖音团购 四人火锅套餐 所以和老婆决定来感受一下 下面我们看看这个套餐都有什么 除了多种可选的锅底之外 还包括一份肥牛 脆毛肚 嫩牛肉 猪黄猴 鲜鸭肠 素菜里面包括海带苗 干贡菜 一份千张 还有一份鲜鸩蛋 一共9样 外加4人份的茶味 调料 以及纸巾 总共5婚4素的搭配 也比较合理 性价比相当的不错 这一次是老婆约了附近的一个朋友 一起来吃饭 大冷天里吃火锅很容易让人多吃一些 最后我们三个人还额外加了一点菜 边聊边吃 最后付墙而归 与我们后面单独加菜 对比了一下分量和价格后发现 这个套餐的原始折扣确实是比较低的 尤其是对于喜欢火锅的吃货来讲 每个菜品的品质都还不错 不过似乎分量稍微小了一点 所以这个套餐整体来讲 4个人吃 我觉得还是不够吃的 但是如果两个人可以保餐一顿 并且品质不错 另外前面说了 这个美食城占地面积很大 里面的古典园林装修风格也很有意思 船屋旁边有小桥流水的设计 水里边养了不少个头很大的井里 我站在旁边时 这些井里们纷纷游过来 一个个张大嘴巴 似乎找我要吃的 后来看到旁边有个家长带的小朋友 在这里和鱼儿混快地玩了半天 最后说一下 我个人觉得算是这个套餐的小缺点 一是蘸料的品种稍微少了一些 二是火锅本身属于重口味风格 但是吃过之后 我还是觉得这个火锅的汤底稍微有一点咸了 但综合来讲 店家推出的这个99元的火锅套餐 还是挺有诚意的 尤其是就餐环境是一个极大的加分项 对于喜欢吃火锅的朋友来讲 尤其是对就餐环境有一定要求的人 我觉得这里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喜欢吃火锅的汤底稍微小缺点 对于喜欢吃火锅的汤底稍微小缺点 对于喜欢吃火锅的汤底稍微小缺点